这次武林盟主江西赛区选拔包括中国舞、芭蕾舞、国标舞和街舞 4到18岁的少儿、青少年舞蹈爱好者都可以报名参加 比赛将按五种分为四个战队 素有五先之称的民族舞专家李德·戈景 亚洲职业拉丁舞冠军高学等舞蹈界大咖将作为导师全程参与之道 舞蹈是肢体语言 不仅可以让孩子动起来 还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气质 这是很多家长送孩子学习舞蹈的初衷 可是当看到孩子劈叉下腰疼得不行的时候 又不忍心了 于是不少家长会选择中途放弃 舞蹈最关键就是在坚持 他锻炼你的意志 还锻炼你这个坚韧不拔 而且你这个乐观 你看你下叉的时候腾成那样 但是你还得面带微笑 这个为什么跳舞的孩子 他走极端的人极少 几乎就没有 因为他在最早的时候学习舞蹈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这种所谓的痛苦或什么 都已经尝试过了 而且在这个尝试这种痛苦的同时 他还一直很乐观的去积极向上的学习 当然除了坚持之外 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兴趣 在练习基本功的同时 能让孩子学会在舞蹈中感受美享受美 所以我希望很多家长送送孩子去学舞蹈的同时 除了他对专业上的基本功的一种练习之外 更要注重他们的艺术修养上的培养 针对传统观念里 学舞蹈是女生的专利 男生会越学越娘 专家们也表示 男生学习舞蹈同样可以练就阳刚之气 这次武林盟主江西赛区的选拔赛 就欢迎爱舞蹈的小男生也来参加